第五章 后发优势 规避竞争会帮助你打造垄断企业 但是只有金兽助未来考 Yen的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 比较一下纽约时报公司何推 特、Twitter、公司的价值 这两家公司都雇用着几千名员工 都给数百万人提供了解时事的渠道 但是2013年,Twitter刚一上 市就价值240亿美元 是纽约时报市值的12倍还多 这之前 2012年,纽约时报刚赚了1.33亿美元 而Twitter处于亏损状态 那么,怎么解释Twitter公司的高额价值呢? 答案是现金流 这听上去很奇怪 因为纽约时报是盈利的 而Twitter是亏损的 但是一个企业的成功 与否要看它在未来生成资 金流的能力 投资者认为 Twitter在之后的10年中 可以获得垄断力 RUN 而报纸的垄断时代却会结束 简单的说 一个企业今天的价值是 它以后创造利润的总和 正确估价一家企业 还要把未来资金流 折算成今天的价值 因 为相同额度的资金限值 要比其值更有价值 通过比较现金流限值 我们能看出低增长企业 和高增长的出 创公司的明显区别 一家老公司 如新闻报纸公司 如果能维持 目前的现金流5到10年 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价值 但是任何同等 实力竞争公司的利益 都会因为竞争而流失 业总会和餐馆就是点 行的例子 成功者今天可能收入不飞 但是现金流可能会在几年 之内就减少 因为顾客总会选择 更新更潮的地方去消费 科技公司则走相反的道路 通常是开始几年亏损 因为创造有价值的东西 需要时间 所以收益延迟 一家科技公司的大步 分价值都会在未来 至少10到15年得到体现 2001年3月 PayPal公司开始获利 我们的收入正以每年 100%的速度增长 但当我预计未来的资金流时 我发现公司线 有的75%的价值都来自 2011年甚至之后的利润 对一个仅仅 上市27个月的公司来说 这太难以置信了 但是最终证明其价值 还是低估了 现在PayPal公司继续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 则 限率也比10年前要低 而现在看来公司的大部分价值都来自 2020年甚至之后 领英 LinkedIn 一家面向商业客户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 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它的价值也存在于遥远的未来 2014年初 领英的市值达到245亿美元 对于一个2012年收入还不到10 亿美元 净收益只有2160万美元的公司来说 这已经非常高 了 看到这些数字你可能觉得投资者们都疯了 但是这个估价值 有考虑到领英预测的未来现金流才有意义 这种对未来利润的看重即使在硅谷也违反常理 一个公司要 享有价值 不但必须成长 还必须能持续发展 但是许多企业家 只看到短期发展 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增长很好量化 但是没人知道一个公司能持续多久 热衷于量化的人痴迷于周活跃用户 越收益目标和季度收入报告 但是 你虽然可以得到这些数学 却忽视了更深层 更难量化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会威胁你公司 的持久性 例如新家 Zingar 一个社交游戏公司 和 Groupon 一家 全球性的团购公司 短期的快速增长 是管理者和投资者忽视了涨 远的挑战 新家很早就在虚拟农场软件上 获得优势 而且自称 有心理引擎 可以严格测评新版本的受欢迎程度 但是他们最 后破产了 原因和每个好莱坞制片厂一样 你怎么能确定你创造的流行文化 可以一直满足变换无常的观众口味 没人知道 Groupon 的产品被当地成百上千的企业试用 因此得到了非速发 赞 但是让这些企业成为回头课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如果你把短期增长看成重中之重 就会错过最重要的问题 十年之后 你的公司还能存在吗 仅凭数字不能告诉你答案 你必须认真思考公司的本质特征 垄断企业的特征 一家在未来具有大额线金流的公司是什么样的呢 每个垄断 企业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他们也都有相同的特点 专利技术 网络效应 规模经济 品牌推广 但这并不是你建立公司时要核对的清单 垄断企业是无节 尽可走的 但是 按照这些特点分析自己的公司 可以帮助你私 考怎么使你的公司更长命 一 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是一家公司最实质性的优势 它使你的产品很难获 不能被别的公司复制 例如谷歌的搜索算法 回送结果比其他的 搜索引擎都好 超短的页面加载时间和超精准的自动查询增加了 核心搜索产品的稳健性和防御力 谷歌在21世纪初所向披靡 而现在很难有搜索引擎公司做得到谷歌那时做到的事 一般而言 专利技术在某些方面必须比它最相近的替代品好 上十倍才能拥有真正的垄断优势 人们会认为那些优势为不 足道的产品 只是有了一点改进而易就很少有人买 特别是在这 个已经很拥挤的市场里 做出时被改进最明确的方法就是创造全新的事物 如果你 在一个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价值的事物 理论上公司价值 就会无限增长 例如能安全消除睡眠需求的药物 或是秃顶的痣 疗方法都会支撑起一家垄断公司 或者你可以彻底改进一种已经存在的事物 如果你能做到十倍好 你就可以避开竞争 举个例子 PayPal 11倍上的 业务提升了至少十倍 之前邮票一张支票至少7到10天而配 PayPal 10买家一拍下商品就能付款 卖家立刻就能得到收益 而且 他们知道现金比支票更好 亚马逊做出的十倍改进人人可见 他们提供的书至少是 其他书店的十倍 1995年上市时 亚马逊就宣布要做成全 世界最大的书店 不同于只能储存十万本书的零售书店 它不需要储存任何实体书 只要在顾客下单时从供应商纳 理得到书就行 这种对库存量的改进收到很好的效果 以致 巴诺书店 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 在亚马逊首 次公开募股的前三天提起诉讼 趁亚马逊不是个书店 而 是图书前客 你也能通过出众的综合设计 做出十倍的改善 2010年前 平板电脑在生活中并不实用 几乎没有市场 微软在2002年首 次推出了微软Windows XP版平板电脑 诺基亚2005发布了 网络平板电脑 但是都不好用 之后苹果公司发行了iPad 设计上改进的幅度很难衡量 但是苹果公司在所有方面做到了大幅 改善 平板电脑从不好用变成了很有用 2.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使一项产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变得更加有用 例如 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用Facebook 那你注册个Facebook 账号就有意义 而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用一个与众不同的网络社交 工具 那就显得奇怪了 网络效应作用很大 但是只有你的产品在网络缩小时还能 被基本用户使用时 才能收到网络效应 例如1960年一家 唐 集合德式空想公司 名叫Zenadu 开始开发以重运用于 所有计算机之间的双向通信网络 是万为网的雏形 必须要求 用户同步 白费了30多年的努力 Zenadu彻底失败了 因为 网络已经横横普及 他们的技术也许能在一定规模时得到应用 但也只能在一定规模上才能使用 需要每台电脑同步接入网络 而这不可能发生 矛盾的是 享有网络效应的企业必须从非常小的市场做起 Facebook的最初使用者只是一群哈佛学生 马克 扎克伯格 的第一个产品是为了让同班同学注册 而不是吸引全地球人 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网络企业 很少像工商管理硕士一样为了开公司而开公司 他们最初的市场很小 小到看上去根本不像一 次商机 三 规模经济 垄断企业越大越强 开发一项产品的固定成本 设计 管 利 办公的点 需要更高的销量来分摊 软件开发就享有非常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因为如果只是对产品重负生产 编辑成本趋近 于零 许多企业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只获得了有限利益 服务信器 业由其难做成垄断企业 比如你开了家瑜伽馆 你只能拥有一定数量的顾客 你可以雇更多的瑜伽老师 扩大训练场地 但利润 还是有限 而软件工程师那样的核心人才扎堆 给上百万顾客带 来有价值的产品 所获得的利润 可望而不可及 一个好的初创企业在刚开始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之后的大规 磨发展潜能 Twitch现在已经拥有了2.5亿用户 它不需要为了 得到更多用户在添加定制化的特色 也没有内在固有的原因可以 让它停止增长 4.品牌优势 一家公司最显而易见的垄断是对自己品牌的垄断 因此打造 一个强势品牌是形成垄断的有力方式 当今最强势的科技品牌 是苹果 像iPhone和MacBook那样的产品 具有吸引人的外观 精心挑选的材质 时髦的简约设计 对消费者体验的细心调查 无所不在的广告 优质产品该有的价格和乔布斯的个人魅力 这 些都使苹果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许多公司都想效仿苹果 花钱做广告 开品牌店 使用奢华 的材料 做幽默的专题报告 设定高价格 甚至模仿它的简约设 计 但是这些表面光鲜 却没有强大的内在实质支持的科技根本不 其作用 苹果在硬件 如超级触屏材料 软件 如未特定材料而 设计的触屏界面 上都有一套复杂的专利技术 它的生产规模很 大 足以主导原料的试价 而且其内容生态系统带来很强的网络 效应 成千上万的开发者为苹果产品编写软件 因为苹果拥有益 万用户 而这些用户之所以选择苹果平台 是因为这里有好的硬 用程序 比起耀眼的商标 苹果的其他垄断优势都黯然失色 但 是其他优势却使品牌优势更耀眼 加强了苹果公司对市场的垄断 如果先从品牌而不靠实力为经营 也有很大隐患 自从玛丽 杀 梅耶尔2012年中旬成为雅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他就再努 力复苏这个曾经风行一时的网络巨播 在一篇推文中 雅虎总结 了梅耶尔的链式计划 大众先于产品 产品先于交易 交易先 于收益 大众应该会冲着这种优质计划 去使用雅虎的产品吧 要知道 雅虎不仅通过改变商标来展现这种设计思想 而且收购 乐如汤伯勒 Tumblr 目前全球最大的轻博客网站 也是轻博客 网站的十组 这样的热门初创企业 以此来表示自己仍然朝气 蓬勃 痛时 梅耶尔的个人明星效应也为雅虎吸引了媒体的注意 力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 雅虎究竟要创造什么产品 当乔布斯反 回苹果时 他并不只是把苹果当成一个工作的好取处 他削减了 生产线 只专注于少数能得到十倍改善的机会 没有之靠品牌 发展的科技公司 建立垄断企业的方法 品牌 规模 网络效应和科技的组合构成了一家垄断公司 但是要想使公司运行起来 还需要载细选择市场 谨慎扩大范围 占领小市场 每个初创公司刚开始都很小 每个垄断企业都在自己的市场 内占主导地位 因此 每个初创公司都应该在非常小的市场内起 不 宁可过小也不能大 理由很简单 在一个小的市场里占主导 地位比在大的市场里要容易得多 如果你认为自己起步的市场可 能太大 那就是太大 从小市场起步并不意味着去找一个不存在的市场 我们在今 赢PayPal的早期就犯过这种错误 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使人们可 已在手提电脑上进行交易 这是个有趣的技术 而且没有人做 过 但是 全球上百万的手提电脑用户并不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 地方 他们的共同点很少 而且手提电脑的用途也不同 没人需 要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没有顾客 有了这次教训 我们把目光锁定在eBay拍卖上 而且取得 乐首次成功 在1999年末 eBay有成千的超级卖家 而景 景专注地努力了三个月 我们的产品就已经被其中25%的卖家所用 比起千方百计的引起成千上万散居各地的人的注意 赢得 几千确实需要我们产品的人的青睐要容易得多 一个初创企业完美的目标市场是特定的一小群人 而且几 乎没有其他竞争者与你竞争 任何大的市场都是错误选择 而 且已经有其他竞争者存在的大市场更糟糕 这就是企业家想战 价值一000亿美元的市场的1%总是行不通的原因 实际上 在 一个大的市场中不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出发点 就是要陷入竞争 所以很难达到那1% 如果侥幸获得了一个小小的立足之处 你 应该为能够维持下去而感到高薪 因为残酷的竞争会吞噬掉你 全部的利润 扩大规模 一旦你成功创造了或是主导了一个立即市场 就要逐步打入 稍大些的相关市场 比如亚马逊 杰夫 贝佐斯的愿景是史亚 马逊成为在线零售业的主宰 但是他很谨慎 以图书座位起步 虽然有无数的书要登记 但是书都是相同的形状 很好装运 而 且一些很难被卖出的书也会吸引热情的顾客 而任何一家零售书店都不会为了这一点利益而把这些书存着 亚马逊为那些家里 书店员或是需要逃稀有书籍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去处 之后 亚马逊有两个选择 增加读书人的数量 或是扩带到邻近相关市场 他们选择了后者 并且从最相似的市场开始 光盘 影像 软件 亚马逊继续增加种类直到成为世界级的综合商店 亚 马逊这个名字就概括了这家公司的扩展策略 亚马逊热带雨林的 生物多样性反映了亚马逊公司的第一个目标 提供这世界上所 有的书 而现在 他则是要提供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eBay也是以主导小的立基市场起步 当1995年向拍卖市场 进军时 他不需要整个世界都立即接受它 针对兴趣浓厚的顾客 群 产品卖得很好 比如曾出现的比尼宝宝 一种玩具 热 笼 断了比尼宝宝的交易后 eBay并没有直接跳到跑车或工业二手 或上 而是依旧迎合小规模的兴趣爱好者 一直到它成为人们最 信赖的可以交易任何物品的网上交易市场 有时在扩张过程中会遇到障碍 eBay近年来已经得到了 这个教训 像所有的卖场一样 拍卖场适合自然垄断 买家会去 找卖家 卖家也会去找买家 但是eBay发现拍卖模式最适用于 个别独具特色的产品 例如硬币和邮票 却不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品 人们不会想为铅笔或纸巾交价 从亚马逊上买更方便 eBay仍然是个具有价值的垄断企业 只是2004年的发展没有人 门期望中的高 企业家往往低估了正确发展市场的效益 其实市场需要有归 率的逐步扩大 最成功的公司会先在一个特定的立基市场里占据 主导 然后扩展到相邻市场 他们都是由核心事业逐渐想向外扩展 不要搞破坏 硅谷迷上了破坏性创新 起初 破坏性创新是一个亿 数数语 是指一家公司可以用科技创新低价推行一种低端产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产品不断做出改进 最终甚至超过了现存工 私用就科技生产的优质产品 个人电脑的出现瓦解了大型计算机 市场起初毫不起眼 之后却成为主导 同样 现在移动设备也 许正在瓦解个人电脑做市场 但是 破坏性创新 最近已经被曲解成了形容因所谓心事 物心趋势而沾沾自喜的流行词 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流行词奇 石亨又影响 它以内在的竞争性扭曲了企业家的自我认识 这个概念被用来描述现存公司所受的威胁 初创公司痴迷于这种创 新 这意味着他们是以过去公司的眼光看待自身的 如果你认为 自己是对抗黑暗势力的起义者 就很容易过分专注于道路上的组 爱 但如果你真想创造新的事物 那就去创造 创新的行为远比 旧产业不喜欢你的创新来得重要 确实 如果可以将你的公司归 结位已有公司的敌对者 那你的公司就不是全新的 也不会成为 一个垄断企业 破坏还会吸引注意力 破坏者到处找麻烦 最终会惹上麻 翻 搞破坏的孩子会被带到校长办公室 而破坏性企业通常会 选择打不赢的仗打 纳普斯特 Napster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的名字就是个麻烦 一个人能对着什么东西 打顿儿 Nap 赢了 孩子 可能也没有别的了 肖恩 范宁和西恩 帕克当 时事纳普斯特的年轻创始人 他们对1999年强大的唱片产业造 成了威胁 下一年 他们就上了 时代周刊的封面 而仅仅一 年半后 他们就终结在了破产法院里 PayPal也能被视为破坏性创新者 但是我们并不想直接挑 占任何大的竞争者 确实 我们产品的风行带走了Visa公司的一 些生意 你也许会选择用PayPal在网上买东西 而不会用Visa卡在商店里买东西 但是自从我们扩大并覆盖了整个支付市场后 我们给了Visa更多的商业机会 整个产业得到正面效应 不像那 普斯特和美国唱片业之间的复合竞争 所以如果你准备扩张到香 零市场 不要破坏 要尽可能地躲开竞争 后来者居上 你可能听说过先发优势 如果你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 在其他竞争者还在艰难起步的时候 你可以独自占据客观的市场份额 但先行一步只是个策略 不是目标 真正重要的是在未来 产生现金流 因此如果有别的公司出现并取代了你 那你成为先 去捞不到一点好处